潜水打仪,我是认真的 大家好,我是老表 今天呢,又出来潜水了呀 现在呢,我们正在下潜 准备到达这个海底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底的不一样的地方呀 今天这个位置呢,这个能见度不是很好 当然呢,这也不影响我们潜水打鱼这块 当然呢,我们下到底之后呢 要有一小段时间的等待鱼的时间 现在呢,我们下到海底之后 没有看到鱼,只能在海底默默的等待 还有就是守株待兔 我们躲藏在这个礁石的后面,走看又看 等待这个大鱼出现的那一刻 当然,我们往右边一看,发现一条很大的黑雕 然后,向我们摇过来,果断地向它发起了进攻 这条黑雕非常的肥 长得跟我家的老母猪差不多 这条黑雕很大哦,三四斤 四个大的 四个大的 拿不完啦 可以快点 现在回到港口来啊 鱼太大了 哎呀 太大了这个鱼 哦,拿不中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哎呀 先扛鱼回家了 哎呀 太大了这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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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来装带 哎呀 啊 哎呀 哎呀 哎 哎 回到家了哦 哎 哎 今年呀 今年 第一次呀 多多 比这盐菜都破一百斤 啊 特别是 是这个大后裙呀 这个后裙 这个后裙刚才偷偷的抢了一下 14斤多 已经破了 千年的记录 这个记录是有点难破了呀 以后来呀 14斤多 哎呀 这两后裙 哎呀 太大 这桌子都放不下 哎呀 太多了 太多了 打这么多鱼干什么呢 全场唯一一条大红油 就是我打的 你看 还有 大黑雕啊 哎哟 这黑雕 十几个新鲜 哎哟 打我 还有一个这个 红花蟹 哎 哎呀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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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们就抢一下 我们的鱼 抢在这里 抢一下啊 抢一下我的鱼啊 这条呢 这条后裙 我打的哦 一条就十斤了呀 哎 两条后裙呀 十八斤了 哎 这条是我打的哦 哦 就是 这条是我打的 哎 这条是我打的哦 后面有没有那个 相机没有电了哦 后面又打两条大后裙 哎 难搞哦 这块哦 哎 三条后裙 就二十九进来呀 哦 开玩笑了 这个鱼啊 哎呀 哎 开一下这个大红油呀 大红油 我猜它应该四斤左右 哎呀 哎呦 四斤七啊 哎呀 哎呦 真香啊 红油的味道 还有这个黑鸟 我猜它三斤左右 三斤三 还有 这个奶郎 还有叫奶郎 哎 这奶郎 也不奶 这条我猜它也有三斤多呀 四斤 有四斤吗 哎 四斤七哎呀 怎么这么重呢 哦 呃 它可能是经常锻炼 那机油比较发达呀 还有 这个 黑鸡呀 虽然说不大 这条起码一斤 一斤 一斤六七吧 应该有 来 一斤五 一斤五呀 哎呀 这还已经整好了 还有条 那个 十斑呢 哎 很赞 这条是我的 啊 是我的 哎呀 红点斑 亮亮的红点斑 哎呀 这条鱼 哎呀 紧张 非常必须 一斤八 今天 今天的鱼货呢 我的鱼货就加了 就这么多了 这种鱼货刚才撑了一下 四多了 应该四十多斤 哎呀 差不多五十斤 差不多五十斤 哎今年第一季啊啊 哎小爆发啊 希望明天呢 啊 个人 突破百斤纪录 这一块啊 像我用技术的话呢 啊 只要下海 一百斤 轻轻松松 啊 不是说开玩笑的这一块啊 好了 现在呢 等一下就 搞一下 下海鱼 哎哎 这一块 哦还有一个 今天我还抓了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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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非常美味 等一下我就马上 下锅了看 创风 还是给我吃吧 我就我就煮手给你鸡的我不鸡 那么好 人家鸡呢就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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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呀 呀 呀 好